我们就要来看到的 现在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嘛 苗栗还有台中呢 就是开始攻武停二 所以其实啊影响到的这个民众 其实他们非常的不满啊 他们说你只公布六号开始要停水 但是不知道要停到什么时候 那其实中央水利单位啊 没有办法及早的来实施节水的措施来应变了 他们就怒呛说你政府不能苦民所苦 那要政府做什么呢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许多啊这个店家 做生意没有水影响也很大 所以他们非常的无奈哦 只能选择停业啊 或是就干脆呢 把停水日当成他们的公休日哦 但是我们在这边呢 也要来提醒大家一些储水的准备哦 好停水前的六个小时 就可以开始来储水哦 那另外如果你加盖的话 是不要超过三天哦 而且呢大家要记得每个礼拜 你都要来清洗你的容器哦 因为你的水在那边 其实它就有点像是死水嘛 那你都不动它的话 有可能里面呢会增生一些细菌啊 或是会有蚊虫哦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每个礼拜 都一定要来清洗一次哦 对大家健康是比较好的 那另外停水的期间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掉抽水马达 那另外就是你的这个净水口低于地面的话 就要来关闭哦 这个制水法以及呢 要来注意水龙头外接橡皮管 还有真的就是要特别注意 你的卫生一定要做好 大家一定要来清洗手 那卫生的部分当然就是包含了 你一定要记得清洗你的容器 千万不要就这样一直拿去装 一直拿去装 这样真的非常的危险 另外呢三桶水的策略啊 清水消毒水清水哦 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备好哦 那尤其是消毒水 大家也不要遗忘掉 以及呢等到你水回来了之后呢 你要开水阀来排气哦 另外就是目端啊 可能要三到六个小时才会恢复供水哦 所以你一开始如果发现没有水的话 不要太过于紧张 但是如果你还是缺水 你的水真的就是不见了 你就要记得赶快来通知水公司啊 另外呢就是打开的时候 通常要先漏一阵子嘛 那如果你发现你的水是有异味啊 或是它的颜色是有点黄色 然后是混浊的 你要赶快来通报自来水的单位 来帮你处理哦 所以这些事情呢 好就是提醒大家 在公母亭二的期间呢 一定要特别的来留意 好另外我们就要来看到 日月潭水位呢 将近736公尺啊 创新低 那导致呢自来水抽到了泥巴水 不少住户就打开水龙头 就看到这种黑色的泥水 觉得太恐怖 还有人就自嘲说 日月潭现在难道是挖到石油了吗 为了更换管线啊 日月潭周边停水呢 是一共影响了353户 大约是1000多人 南投县议员啊 石庆龙他就痛批更换管线之后 水来了 但是水量更小了 就直呼相关单位应该要尽速解决 用水问题 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水竟然是黑色的 住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同样在一达少部落 另一户太太也遇上相同情况 装在玻璃水壶内 原本的清水变成污浊黄水 原来是四月三号 日月潭水位只有将近 七百三十六公尺 创新低 前一自来水厂抽到泥巴水 自来水公司紧急来抢修 家户内水塔积满淤泥 根本不能使用 透过议员协调 上午先派消防水车 提供民生用水 家家户户拿出大容器 能装多少水是多少 因为更换取水管线 又要面临停水政策 这次停水影响三百五十三户 约一千多人 就连店家也无法做生意 住户无奈的说 他们就住在日月潭边 却最先停水实在很讽刺 希望相关单位 能尽速重视日月潭的用水问题 据曾伟祥南投报导